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当然是拥挤当中 因为他们是一种在万圣节享受这种最终之乐 所以造成的一种遗憾 最近因为选举 所以有些人为了造势活动 所以有些地方你看到也是很多人跟着某一个候选人在那边拥挤 当然这个拥挤当中 你会看到 虽然很多人在那边挤来挤去 有的人听证件都发表 但是到选举之后 那种热度就慢慢减退了 所以拥挤有时候在某一个环境里面 你会看到这些人群非常的多 那今天反过来我们来想一想 当我们在信仰的路上 我们曾经也拥挤过耶稣 以前我们来聚会非常热心 跟着主耶稣 到哪里就到哪里去参加灵恩布道会 以前早期传道很少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想到说多听点道理 所以就常常就临近的教会一间过一间 我记得以前蔡木屋只是在东部的时候 因为传道非常少 所以灵恩布道会呢 蔡只是说他都是三天三天一间 那东部的教会很多啊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因为很近 所以就赶快过去再听三天的道理 所以蔡只是他曾经说 为了要准备道理不能重复 所以他就要多准备几篇啊 那因为信徒三天三天一直跑 你说一个月就跑了时间耶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信仰上一种热情的追求 就会看到拥挤的现象 那反过来今天因为疫情关系 曾经有一个负责人告诉我说 现在疫情大家都比较懒得来教会聚会了 所以有的就在线上看这个线上的聚会 真正要到会堂的好像比较少 虽然安息日比较多人 灵恩会也不少 可是晚间的聚会人就跟以往不一样 那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们今天在信仰上 虽然疫情的变化 那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怎么建立呢 所以当你看到很多人在拥挤耶稣的时候 你也是挤在中间吗 我们曾经挤过公共汽车 挤过火车 以前火车还没有很方便的时候 那时候传道 传道过年还是要领会的 那以前我护担罗东 那过年真夜初一春节也是要领会 所以我就留在罗东领会完 才从罗东搭火车 搭火车因为罗东 因为我的太太她是台南的人 所以为了要赶回去过这个农历的新年 就是初一没有办法 要初一春节聚会完 就要搭火车的时候 所以就买了这个午后的车票 因为早上聚会嘛 从罗东开始搭搭搭到八堵的时候 因为我有两个小孩 那时候挤到连八堵火车站 那个火车都挤不上去 那时候的火车 窗户还可以打开 现在火车窗户是不能打开的 所以那时候就拜托人家窗户打开 小孩子先抱进来 然后再挤进来 以前有这种情况 挤来挤去当中 有些人因为没有位置嘛 所以就站着睡觉了 站着睡觉 因为没有位置 我们上下班有时候挤公共汽车也是一样 有时候挤得满满的人 但是没有位置 也是挤着 站着都可以睡觉 我曾经到印度的时候 安息日要去领会 跟一个船道 他有来过我们这个 齐鼎十几国 那个张约瑟船道 因为他的脚有点 这个小麻痹的情况 所以他就跟我 去搭公共汽车 那安息日要去聚会啊 他那个印度的车子是没有门的 大家也是挤得满满的 但是没有门 就是掉在车门旁边 就是有东西抓就抓住了这样 然后车子就开 他没有开很快 但是一站过一站这样 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当你在拥挤的环境里面 你必须要站得稳 你如果没有抓住没有站稳 可能你会跌倒 或者就这个失落了 那我们今天信仰上也是一样 我们不是拥挤在人的当中 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信仰你要抓住抓稳 你的脚也要站稳 不是挤在你的护母旁边 你的护母跟你说 某某人啊 你到哪里 到齐鼎 到大西 到桃园 你要去教会 以前在家乡的时候 你的父母把你挤住了嘛 但是现在你离开家乡 你是不是自己愿意 去找教会 亲近神 所以拥挤可能是挤在人的当中 但是你本身啊 你必须要非常清楚 你必须要非常清楚 虽然旁边有人给你挤住 但是你必须要抓稳 要站稳 而且你要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 所以我们来看圣经 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五章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五章二十四节 耶稣和他同去 有许多人跟谁拥挤他 跟谁拥挤他 我们再看三十一节 门徒对他说 你看众人拥挤你 还说水摸我吗 拥挤 众人拥挤 因为主耶稣当时啊 行了一件神迹 就是让这个鬼啊 从一个人身上出去 这个人本来住在魂墓 那主耶稣把这个鬼 赶出去以后 很多人就跟着耶稣哦 拥挤 那挤来挤去当中 他们挤什么 其实有些人也是盲目的 因为臭热闹 跟从人 拥挤耶稣 臭臭热闹 反正都是 人多嘛 所以就挤来挤去 他们的信仰是盲目的 我们 有年轻人曾经到那个101 因为夸年晚会 夸年晚会啊 在那边喊 五四三二一 喊完以后就回去了 坐那个地铁 哇那时候人是多的不得了啊 急得要命哦 只到那边去喊一个五四三二一 回家的路上就挤来挤去 那他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为了喊一个五四三二一 花一个年而已 很多人跟着耶稣也是一样啊 哇耶稣把那个鬼赶出去了 我们来跟从耶稣 可是跟从耶稣 他没有真正的用心啊 只是人多挤挤而已 盲目的 那这个盲目当中可能 也有他的好奇心 也有他的兴趣 好像主耶稣曾经变饼给五千个人吃饱啊 哇很多人就跟着耶稣哦 为了什么 吃饼 那后来主耶稣不变饼啊 耶稣不变饼的时候 很多人就离开了 看到耶稣不变饼了 也没有行神迹了 就离开了 那他们的目的在哪里 臭热闹 那 盲目的 为了自己的好处 为了吃饼得饱 那 这个 拥挤在耶稣旁边 那当主耶稣不行神迹了 也不变饼了 很多人就离开了 就不再挤在中间了 那请问 这些人 他跟着主耶稣 的目的是什么 我看他也不知道 只是好奇 看看神迹啊 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 暂时的需要 因为耶稣会变饼啊 有面包可以吃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动机啊 各有不同 但是我们很重要一个观念 就是说 当你在拥挤耶稣 你要看到圣经里面 有一个妇人 她跟其他的人不一样 她是想要真心的来见耶稣 因为她身上有病 她找了很多医生 花了很多钱 都没有好 而且钱也用尽了 用到后来 她的生命 也渐渐走到尽头 可是 有一个希望 就是她听见耶稣的事 二十七节 说她听见耶稣的事 那这个耶稣的事 就关乎她的事 因为耶稣带给她希望 她已经 前也不能解决问题 医生也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只有找耶稣了 她听到耶稣的事 所以就从后头来 砸在众人中间 你看喔 她这边是砸在众人中间 所以拥挤的人很多 可是她是挤在中间 挤在中间摸耶稣的衣裳 她心里这样想 人这么多 我要跟耶稣说 主耶稣啊 你医治我的病痛 主耶稣啊 你示我平安 她连开口 连跟耶稣见个面 都没有办法 因为是挤在众人中间 但是她有信心 她心里这样想 只要我 摸到耶稣的衣裳 我的病就会好 结果她这一摸 她的病好了 这个摸代表什么 代表你信仰的体验 我们拥挤耶稣 可是没有心在摸呢 挤来挤去嘛 哪里有心 但这个护人她有心 真的去摸耶稣 今天如果你来到教会 或者你在家里祷告 你有心要摸耶稣 你伸出你的信心的手 伸出你祷告的手 你摸耶稣 你会体验 有人在家里祷告求圣灵啊 得到圣灵 有的人在家里祷告 主耶稣让他的病 得到医治 有的人来到教会 弟兄姐妹帮他祷告 也得到体验 这个就是摸到耶稣 我们不是拥挤在人当中 麻木的信仰 而且只是为了吃饼 或者臭热闹 看神迹 我们应该是提出信心的手 祷告的手来摸耶稣 当你这一摸不一样 你会体验到 原来神的恩典 多么的丰富 所以主耶稣 三十节说 主耶稣 顿时感觉什么 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 神的能力 要显在人的软弱上面 哥林多后书 保罗有讲到一句话 因为他身上有一根刺 这根刺就是他的软弱 也是他的病痛 他曾经为这个刺 三次求过主 但是主对他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我的能力要显在人的软弱上面 显得完全 保罗为这个刺 向神祷告 但是神对他说什么 主恩够用 我的能力要显在 人的软弱上面 我们人都有软弱 有心理的 这个忧伤 有肉体的病痛 有环境的 这个威胁 有家庭的顾虑 有孩子的问题 这个都是你身上的一根刺 但是你是不是愿意跪下来 祷告神 用你的信心的手 祷告的手来摸耶稣 当你这样一摸 你不是拥挤耶稣 你真的是摸到了 体验到了 当你体验到的时候 你就会体验到 你的灾病 好了 因为主的恩典 显在你的身上 所以保罗说 我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来硬蔽我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觉得说 你很刚强 其实我们还是软弱的 但是当你软弱的时候 你愿意靠主 那你就要多多 亲近神来摸耶稣 你不是拥挤耶稣的 挤在人的当中 所以耶稣对门徒说 有人摸我 门徒的反应不是这样 他说人这么多 怎么知道谁摸你 但是主耶稣知道 神是看透每个人的心 门徒不知道 主耶稣知道 所以主耶稣说 谁摸我 门徒说 这么多人摸来摸去 挤来挤去 知道谁摸你 但是主耶稣知道 这个户人也知道 所以他就很勇敢站出来 来告诉耶稣 摸你的就是我 他把实情告诉耶稣 那耶稣怎么对他说呢 三十四节 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回去吧 你的灾病好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对比 你拥挤 耶稣还是摸到耶稣 当你摸到耶稣的时候 你要有信心 跟从主耶稣 我们再来看 约安福音 约安福音第六章 我们刚刚有提到 第六章第二节 有许多人因为看见 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 就跟随他 许多人 许多人也是拥挤 为什么 因为他要看神迹啊 看神迹 那今天信仰是不是只看神迹呢 不是 你要建立在真理上面 立法从摩西来 恩典真理从耶稣来 所以你如果真理没有根基 你只有看神迹 那如果没有神迹了呢 你认为神不在了 神离开你了 其实你要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 所以 有些人因为看神迹 耶稣不行神迹了 那有的人就离开了 所以主耶稣跟尼哥尼姆 谈道理 尼哥尼姆看见耶稣的神迹 知道他是从神来的 主耶稣不跟他谈神迹 主耶稣跟他谈什么 谈永生得救的道理 重生的真理 就是把信仰 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 我们再看 第六章 26节 耶稣回答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不是因为看见神迹 乃是因为吃品得饱 不要为避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现在有些人 还是一样来跟从耶稣 他目的是什么 为了要吃饼得饱 吃饼得饱 他是为了今生的好处 个人的兴趣 因为人情的关系 所以他为了吃饼得饱 耶稣说你们不要为这个食物劳力 你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 早期台湾 因为生活比较贫困 那时候台湾刚关乎不久 所以这个国外有救济单位 他会送面粉 到这个基督教的教堂 然后请那个教堂的负责人 就是 花面粉给贫困的家庭 早期啦 所以有的人称基督教叫面粉教 因为信了耶稣可以花面粉 真的为了面粉才信耶稣吗 不是 你要为得救 为你的灵魂得救 为信仰 不是为面粉 我有一次到缅甸 我讲了一个故事给他们听 就是说 有一个教堂 在台湾 墙壁上写着信耶稣得永生 结果呢 墙壁 这个永生的两个字啊 被挑皮捣蛋的小朋友 用油漆把它漆成水牛 永生的永 永远的永 那个一点被油漆漆掉了 生命的身底下那一盒 被油漆漆掉了 墙壁上就变成信耶稣得水牛 哇 结果有人就很好奇 乡下地方嘛 就跑去问教会的负责人说 我要怎么信耶稣 才能得水牛 他说没有啊 我们信耶稣是得永生 不是得水牛 他说你们墙壁 现在改了呢 改成水牛 信耶稣得水牛 那个负责人就出去看 真的呢 怎么被油漆漆成信耶稣得水牛 那我讲这个台湾有一个教堂 被小朋友油漆漆成信耶稣得水牛 我讲给那个缅甸的教会的信徒听 他说对啊 我们这边也是信耶稣得水牛 真的信耶稣是得真正的水牛 不是写墙壁的哦 是真正的 你信耶稣就花一头水牛给你 让你去耕田 结果有水牛没有耶稣啊 他不来聚会啊 他只要领一头水牛 这个就是吃饼得饱嘛 为了自己的好处 他的信仰不是建立在耶稣上面 是建立在水牛上面 那你信耶稣没有得永生得水牛 水牛可以跟你一辈子吗 不是 所以我们不是拥挤耶稣 你真的要摸到耶稣 而且要真心跟从耶稣 那当你跟从耶稣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不一样 以前小时候 我们有些人是从小就信出 但是长大以后呢 有的人结婚了 有的人成家了 有的人移民了 有的人出外工作了 可是慢慢慢慢 有些人还在教会里面 有些人呢 就不在了 已经离开教会了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他的信心不够 而且呢 他没有真正要跟着主 我们来看 六十四节 六十四节 六章六十四节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 耶稣从起头 就知道谁不信他 谁要卖他 这边提到 有些人不信 从起头就不信 所以他是跟着父母 来信 可是他没有真正的信心 父母亲不在了 长辈不在了 他的信仰也离开了 这个就是 不是真心 跟主到底的 所以主耶稣说 从起头就不信 我们再看六十六节 从此他门徒中间 有退去的 不再跟他重行 这个信一半 就是说 有退去的 以前是很喜欢耶稣 跟着在一起 现在呢 退去了 有的人遇到试炼 遇到苦难 有的人就灰心了 所以你看 撒种的比喻 撒在路边 撒在石头地 撒在荆棘地 就是这样子 但是 环境一变化 你的信心就 累住了 所以 有些就 退去了 半途而会 心怀两意 失去胆量 没有信心 所以这个就是 信一半 但是 当中还有一种人 我们看七十节 耶稣说 我不是拣选 你们十二个门徒吗 但你们中间 有一个是 魔鬼 魔鬼呢 他不是拥挤耶稣 他还要出卖耶稣 所以 主耶稣指的是犹大 他本来是十二门徒 一个后来卖耶稣 那你看拥挤耶稣 拥挤到后来 变成卖耶稣 而且耶稣还拣选他 他还拣选到十二个 门徒里面的一个 结果他把耶稣卖了 出卖耶稣 其实就是出卖自己 圣经里面有 几个出卖自己的人 大概讲三个人 一个就是以扫 以扫为了一点红豆汤 把自己卖掉了 卖掉什么? 长子的名分 这个创世纪 一直到西伯来书也有写 以扫 贪念 贪念 世俗 为了一碗红豆汤 把长子的名分卖了 有的人信耶稣 信到后来觉得 我不用信啊 这个也没有什么重要 就把长子的名分卖了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人就是亚哈王 亚哈王取了谁 也许别 结果贪念 拿薄的葡萄盐 结果就 做假见证 把拿薄害死 所以圣经里面说 亚哈 他出卖自己 为了别人的葡萄盐 做假见证 把拿薄害死 这个是谁出的诡计呢 也许别 今天他虽然得到拿薄的葡萄盐 圣经说啊 他就是出卖自己的人 出卖他的人格 出卖他的 这个 自己的灵命 你可以看到 亚哈 他是一个君王啊 为什么把自己卖掉了呢 为了贪别人的东西 把别人害死 这个就是没有人格 没有人性 把自己卖掉 第三个就是犹大 主耶稣多么爱他 结果他把耶稣卖掉了 为了三十块钱把耶稣卖掉 那卖掉耶稣其实是卖掉自己 卖掉他的信仰 卖掉他的灵魂 卖给谁呢 卖给魔鬼啊 所以主耶稣说 那个人就是魔鬼 因为他跟鬼做朋友 他不是跟神同行啊 所以这个很可惜 这个就是 犹大 但是圣经里面还有讲到一个人 就是彼得 彼得当主耶稣 曾经跟他说 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 但是我为你祷告 你兼顾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那彼得那时候 很有心要跟随耶稣 可是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 你看 跟从耶稣的人 本来是拥挤的 可是你如果看约翰福音十九章 真正跟到十字架底下的几个人 几个户人而已 还有一个约翰 彼得是远远跟着 我们来看这个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五十 五十 五十八节 五十八节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八节 彼得远远跟着耶稣 你跟着耶稣还远远跟着 有名乌食不能不乐 有名乌食不能不乐 远远跟着 所以我们要重新 检讨我们的信仰 我们是拥挤耶稣 还是远远跟着耶稣 只是看饼 看神迹 吃饼跟从耶稣 还是 本来就不信 还是信一半 所以这边讲到很多类型的人 但是最后一种 就是真心跟主到底的 是后来彼得他讲的一句话 我们来看 帝安福音 第六章 帝安福音第六章的 六十八节 西门彼得回答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归从谁呢 所以彼得 他讲的很有信心的话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面对世界有很多的考验 每一个人 怎么样跟从耶稣不重要 但是我们要先 还醒自己 我是怎么样来跟从耶稣 我是拥挤在人的当中 自己没有立场 自己没有站稳 还是只是看神迹呢 还是只是为了吃饼呢 还是从起头就不信呢 还是信一半 还是我是远远跟着耶稣的 甚至 是出卖耶稣的人 所以我们 要求主耶稣 能够保守我们 看顾我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知道 我们是跟主到底的 忠心跟随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 十字架底下剩下几个人 我们来看 耶稣五音十五十九章 耶稣五音十九章 十九章二十五节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 有他的母亲 母亲的姐姐 还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 还有摩达他的玛利亚 耶稣看见母亲和所爱的门徒 所爱的门徒 所以你如果看这一节圣经 十字架下 剩下几个 五个 门徒都跑掉了 十二个门徒 犹大已经冲害耶稣了 彼得也远远跟着了 真正到十字架下只有 使徒耶翰 他写说耶稣所爱那门徒 还有四个姐妹 就是耶稣的母亲 还有他的姐妹 还有格罗巴的妻子 玛利亚跟摩达他的玛利亚 所以这样加起来几个人呢 本来是拥挤的 现在挤来挤去 挤到后来剩下五个 所以信仰的路上 大家要互相勉励 要真心的来追求 所以 你看那个运动场 一只赛跑一只赛跑 刚开始起跑的时候 很多人 我们有信徒喜欢参加 马拉松比赛 参加马拉松比赛 都上万人的 两三万人这样开始跑 结果跑到终点的时候 剩下几个而已 信仰的路也是这样 我们可能要跑一段路 但是你要忍耐到底 而且能够至死忠心 那也求主耶稣 让我们从这几段经文 可以更加的去体会 也能够去了解 我们在信仰的路上 我们是拥挤耶稣 还是摸到耶稣 还是真心的跟从耶稣 那你跟从耶稣 是远远的跟从呢 还是只是为了饼跟从呢 还是为了神迹跟从呢 还是把耶稣卖掉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 求主耶稣 保守我们 带领我们的信仰 能够一生一世走在主的路上 我们来唱诗 请不吝点赞 谢谢ratos